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之前与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要面对那一个的试炼 还有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信仰的智慧的时候 他并不是那一种不能够去体会弟兄姐妹活在这一个世界上 会面对那一个的挑战还有挣扎的 所以当他提完这一些的之后 他就在第五章这里 当他要做出那个的结束的时候 他就给予信徒一个持续活出信仰方式的那个的建议 所以我也把今天的主题定为信仰智慧的钥匙 让我们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二十节 经文如此说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啊农夫等候着地理宝贵的畜产 耐心等到他的丘陵春雨 他们要忍耐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的名说话的众先知 做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看啊那些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月博的忍耐 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 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责天启示 也不可指责地启示 任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若在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 他该祷告 有人喜乐 他该歌颂 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 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 奉主的名为他抹油 出于信心祷告 必能救那病人 主必教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谋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得医治 一人祷告 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 同样性情的人 他恳求的 祈求不要下雨 地上就三年 六个月没有下雨 他又祷告 天要将下雨 地就有了畜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了真理 而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使一个罪人从迷途中回转 会从死亡中 把他的灵魂救回来 而且掩盖许多的罪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那雅各他让我们看见 若我们要长久去活出 信仰的智慧的第一个的方法 或者是第一把的钥匙 就是忍耐 那又有一句话说 忍的你就忍 忍不到你就不要忍 中文好像没有这么传神 而允许我用粤语来 去讲比较传神一点 就是 就是在说着 特别这一句话说着 我们要忍耐 为什么 因为忍耐它是一种的美德 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忍耐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怎样 我们就可以爆发我们的那个小宇宙 但雅各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忍耐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说着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忍 犹如当我们遇到 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要忍 No, no, no 雅各在这里 反而去要我们看见的是 当我们遇到 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挺身而出 雅各他不是要我们去做懦夫 而是要我们活出信仰智慧上 成为那个的农夫 所谓在生活当中 活出信仰智慧 要成为那个的农夫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 活出主耶稣样式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在短时间 能够看见那个的果效 甚至也不会看见 有任何的那个的改变 但是我们要坚持 要成为一个真正称职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他将会有发芽 还有结果之的一天 特别雅各在第十节说 弟兄们 你们要把先前奉主的名 说话的众先知 做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是的 我们要从众先知们的经历 来到去学习忍耐的功课 但为什么雅各要特别在这边 用众先知们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可以看见 往往当先知们 他们去旅行上帝 所托付他们的使命的时候 要么他们就是被百姓给拒绝 或者是被攻击 要么他们就是在领受那个的议员 然后传递了那个的议员 告诉了百姓之后 他们看不见那个的议员的那个的死先 然后他们就死了 但是先知们的榜样 确实让我们看见 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要去旅行上帝所吩咐他们的 反而却让我们看见 他们是处处都在忍耐 在旅行上帝所托付他们的 正如上一次我就有分享到 我就特别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一个的好基督徒老板 或者是好基督徒员工 或者是同事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并不会一时间看到那一个的结果 对不对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到 那个的结果 人们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们很天真 或者是我们会很吃亏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上帝的原则来到 去顾我们的生活 远比我们透过手段 或者是不良的管道 获取快速升迁来得好 雅各他就给予我们一个的肯定 特别在十一节答 那里他就说 那些忍耐的人是有福的 接下去他就用了月博的例子 来到去给予我们提醒 那月博除了让我们看见 他受苦与忍耐之外 更让我们看见 就是他最终的那个的结果 他最终的结果就是 蒙受上帝双倍的那个的祝福 而月博能够蒙受双倍的祝福 其根本的那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是那一位充满怜悯 还有慈爱的神 换句话说 这样的弟兄姐妹 活出信仰智慧 纵然我们会在过程当中 似乎有一点的吃力 也有一点的不容易 但是要记得 应许与祝福 永远是伴随在忍耐的 那个的状况 当我们去遵行上帝话语 生活的时候 应许与祝福 就会伴随着我们 而第二个雅各 他让我们看到 若我们要长久 活出信仰的智慧的那个的钥匙 就是祷告 特别十二节当这里 他突然之间就谈到 关于不要乱启示的那个的教导 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但雅各他有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提醒我们 在我们要去活出信仰 智慧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 我们所说的 特别在第九节的时候 经文就说到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 雅各明白 当我们要去活出信仰的智慧的过程 它是不会一帆丰盛的 甚至我们会面对 许许多多的那个的挑战 但是在挑战当中 埋怨或者是不谨慎的 把责任来到去推卸 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那个的做法 反而我们却要在当中 来到去抓住神所赋予 我们的那个的武器 就是祷告来到去面对它 特别雅各接下去 在十三到十八节 他就透过病得医治 来到去强调这个祷告 这个武器所带来的 那一个的功效 但我在这边 必须要强调一个的点就是 雅各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就不需要依靠药物 我们只需要依靠祷告 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今天医学的智慧 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因为若没有上帝的许可 人不可能会有这一般的智慧 因为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不要只是抓住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他的那个的字面的意思 就认为 经文这样子说 有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必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我们就要奉主的名为 他抹油 抹完油还没有好讲好 然后我们看经文就说 你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要有信心 然后还没有好讲好 然后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要认罪 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 你要认罪吗 然后再还没有好讲好 应该是没有请到教会的长老 不要只是请一个 为什么 因为经文说要请长老们 应该是要请一堆的长老们 来要去为这一个人祷告 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说 我们有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为他抹油跟祷告 反而我觉得 如果在有需要的时候 你是可以如此做的 但是我们却要理解 为什么雅各会在这里 提到这一些的东西的 那个含义 而不只是意味着 单单套用这一段的经文的 那个的字意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到去套用的话 那我们不是要卖掉 我们所有的家产 来到去周期穷人吗 为什么 因为耶稣也在马可福音 就是第十章二十节 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对那个的财主说 你还缺少一件事 就是你要去编卖你所有 分给穷人 就必得财宝在天 然后来跟随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雅各到底他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其实主要的那个的原因 就是十二节提到 那个的启示 用今天我们的话来到去说 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 活出信仰智慧的时候 面对问题与困难 与其我们去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与其我们去赖这个 赖那个 倒不如我们把那个的焦点 放在那一个的祷告上 而雅各当他说到 病被医治的那个的原因 是因为要让我们看见 和肯定这个祷告 所将会带来那个的功效 是真实的 所以他提到病人得到医治之后 他就紧接地说 一人祷告所得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而他也以以利亚求语 的那个的例子 来到去给予我们那个的提醒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在生活中 活出信仰的智慧 它并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有一点就是 像溺水向上而游的感觉 因为神所要我们 活出的 似乎与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 处事方式 都是有所出路的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却不至于灰心 绝望或者是沮丧 因为我们依然是面对 这如此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还有那一个的终极的武器 就是祷告 经文说 一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也表示着说 凡在生活当中 活出信仰智慧的祷告 是蒙上帝垂听 还有应允的 所以当我们在活出 信仰智慧的时候 我们面对挑战 我们面对嘲笑 甚至我们觉得委屈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妨我们 先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先慢下来 呼吸 之后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做出那一个的祷告 我深信 若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将会体验到 在这里经文 所给予的那个的允许 就是一人的祷告 所发出来的那一个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好了 经文最后 也是我的那个的结语 雅各 他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 为何我们在活出 我们信仰智慧当中 的那一个的原因 一般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我们要活出 这个信仰的智慧 是因为神的吩咐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说 这个是因为我们能够荣耀神 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坚证 的确这都没有错 但是雅各 在第十九跟二十节当中 他的结语 却让我们看到多一个的层面 就是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我们能让迷失了真理的人回转 而这个的回转 也能够把他的灵魂给救回来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见你拥有多么崇高的使命吗 你看见这个的使命 是让人多么的振奋吗 神竟然让我们去参与 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上 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活出那个信仰的智慧 然而当我们能够如此行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不是死的 反而却是活的 记得在之前就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对青少年施工 特别有那个的负担 而对于我个人认为 我就有一个的信念 为什么我会对这一群的青少年人 有那个的负担 就是我认为 只要在一个的学校当中 有一个的年轻人 有一个的少年人 新竹 这样 这一个学校的不良风气 还有霸凌的状况 也将之会减少 只要学校的不良风气 与霸凌被减少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国家 也会开始朝向美好的那个的方向 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这也可以套用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只要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职场上 我们的家庭上 活出信仰的智慧 这样我们就能够 把那个的在职场上 的那一种勾心斗角的事情 我们的家庭那一种的破裂 不必要的那个的争吵 将之减少 而我们的生活 也会看见 上帝的果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Amen Amen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